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用擀面杖 敲我们的手臂内侧的方法 它可以调解我们的胸闷气短 心慌心近 还有的是心神不宁 心烦气躁的问题 好,下面呢 我为大家讲解和示范 首先是我们找到擀面杖 用擀面杖来敲我们手臂的内侧比较舒服 比我们用手拍打还要舒服 而且擀面杖的力度可以震动到深层 好,下面呢 看一下 首先我们从我们的肩这地方开始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敲的时候这个力是震动到里面 然后包括这些肌肉都可以震动到了 好,手腕这里轻轻的 把大小鱼记这里也敲一敲 好,再来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当你敲到酸痛或者有节节不舒服的地方 稍微轻轻的多敲一敲 力度要失踪 不要上来实际用力 这是打 不是轻轻的敲打 好,敲一敲 敲多少呢 我的要求是 大家敲的时候敲到整个内侧 然后发热 热乎乎的温热的状态 至于多少次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同 如果说你非要固定多少 我建议大家一次敲个九遍 每天坚持 睡觉之前可以给他敲一敲 然后睡觉 对你的睡眠还是有帮助的 敲完左边要换一遍 就是一遍敲完要换另外一遍 好,看一下 力度失踪 敲面杖大家可以给敲的时候 自己多感受 用敲面杖敲的这个度 然后呢 你可以用敲面杖 去帮你调理身体 有好多的用处 敲的距离尽量挨着 不要说我这一下敲在这里 这一下敲在这里 这样太远了 挨着敲 好,还是敲的这个手臂 温温热 发热 然后温温的 或者你一次敲个九遍 然后每天坚持敲九遍 这样的话 你坚持一段时间 效果会更好 而不是说我今天敲了九遍 有后不做了 那没有效果 是很正常的 好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评论 留言或者私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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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